这是台北线最大的养工厂 七分地 两千一百平的面积 这片已经被工厂团团包围的绿地 出产蜂王乳 蜂蜜 花粉 已经有八十年的历史 出产的蜂蜜最沉 最新鲜 也最有人情味 外国有人要买香蜜 这时候都已经够费了 我们不贪人的钱 我们就跟银银银银 我水四千 我拿四千 我才四千 就聚买我们不贪的钱 帮他买就对了 要稍微乱才能认定 还是做得不好 阿酸一公 不要小看蜂王乳 我们一家老小都是吃蜂王乳长大的 每个人的皮肤都是细白粉嫩 而且十年前 台湾还是蜂王乳世界第一的出产国 蜂王乳让他跟先生的足迹踏遍全世界 因为他们常常代表台湾养枫叶 到处做生意 也到处交朋友 他们就像工风一样 虽然不起眼 却把最好的生意带回台湾来 我如果要签名 我真的很兴趣 我就说奥田池 我非常兴趣 最实施说 要去买后就说 穿了秦师父 奥田池 也很兴趣 因为他现在在做董事长 我才能够奥田池 我的秦师父就奥田池 他工作越来越多 然后他人越大 奥田池 我都能奥田池 我们一直够用的一个观念就是 阿酸怡副业是当儿子开的 建设公司名誉董事长 负责签名盖章 主业才是生计养风厂厂长兼工友 他还兼任五谷凌云寺终身义工 问他为什么这么忙 他老话一句 我就是跟公风一样 闲不下来 我们就是因为说 我们就死了一段时间了 像他们爸爸七月 我跟我们先生 往生不过年 想到最少忘了再吃 只要他就死了再補一段 台湾省生计养风厂 这块招牌阿酸怡擦了三四十年 每天把玻璃擦得血亮 他说人其实就像蜜蜂一样 只要母王蜂还在 群蜂飞得再远 还是找得到鬼家的路 而我们芦州里家 只要养风厂还在 大家就是会回来 回来是对家族历史的交代 回来也是一份情感 回来更是一份责任